男人装死时突然听见 外面的鬼子居然要开关验尸 去的阴间的人是不能见太阳的 可毫无人性的鬼子 却依旧坚持要开关检查才放心 家人见状试图上前阻拦 但还是被小野一把推开 而此事棺材里的金戈 也做好了随时还击的准备 眼看丈夫假死的事即将报复 妻子文婷试图在挣扎一番 死者为大 你这样亵渎王龄 就不怕遭到报应了 可小野听闻却不以为然 并且要求手下立刻开关 只见一把刺刀直接扎进了棺材 在一阵撬动过后 棺材袋还是被鬼子全部掀开 就当小野想要上前检查时 却被文婷给拦了下来 随后他缓缓来到棺材面前 将一块白手帕盖在了金戈的脸上 而不放心的小野还是想掀开检查 但文婷却突然抓起两把刺刀 他宁愿死也不愿意别人冻死去的招牢 家一铺 人渴亡 我还怕死吗 小野在犹豫片刻后 还是决定放他们出城 本以为计划会进行得很顺利 可就在队伍刚走出城门时 却被小野再次给拦了下来 原来他看上了文婷的姿索 并且表示如果要出城的话 文婷必须要留下来当人质 为了能掩护金戈安全出城 文婷只能答应小野的要求 你们准备把文婷带到什么地方 望江楼 一听到要带去望江楼 棺材里的金戈预感到出大事 但现在的他却不能有辅助 不然就会害死帮他的所有人 队伍虽然顺利走出了城 但文婷却被小野带到包间 你要干什么 你别过来 就当小野准备行出城之事时 不料却被文婷用发散划破了 愤怒不已的小野当即就拔出军刀 想以此来逼迫文婷乖乖就乏 但他还是小看了中国人宁死不去的精神 随即文婷便跳进了深不见底的河里 周围的老百姓见状想要上前搭救 却被鬼子纷纷给拦了下来 直到晚上的时候 金戈才从棺材里面爬了出来 而他出来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要进城去救文婷 但却被大哥给拦了下来 你让鬼子知道 你从棺材里爬出来 你不但你救不了文婷 你把他给害死你 还害死你自己 可此时的金戈却根本顾不了这么多 他无法想象小野会做出什么畜生的事 大哥见状只能将他推倒在地 可就在这时 林子里却突然传来急促的脚步声 于是大哥赶忙让金戈藏在大树后面 原来是城里的管家前来报警 二奶奶被小野给杀了 什么 他给扔到河里 听到这话的金戈心头一颤 并且做出了一个可怕的决定 那就是回城去给文婷报仇 而此时的小野还沉浸在美酒之中 殊不知危险已经悄然逼近 伪装成殿小二的金戈来到几人面前 然后趁着鬼子没有防备之时 迅速将他们统统放倒在地 而小野也看清了金戈的面 金戈 你不是死了吗 你不死 我是不会死 这时地上的鬼子还想试图拿枪 但却被金戈一枪打死 为了不让小野死 太过于轻松 金戈当即就准备和他展开决斗 面对挥舞着军刀的小野 金戈只一闪就躲不过去 随后一拳打在了他的脸上 此时的小野还不知道 金戈在德国受过正规的军事训练 他根本就不可能是金戈的对手 几个回合下来 小野被打得毫无还手之力 金戈怒气冲冲地将他拽到军刀面前 还不等小野进行解释 就被金戈狠狠地抹罗了 但这还只是他复仇的开始 为了祭奠死去的母亲和妻子 金戈发誓要拉一百头鬼子陪葬 到了次日清晨 尸魂落魄的金戈顺着河流一路搜寻 试图找回妻子的遗体 但找了大半天都没有任何线索 筋疲力尽的金戈倒在了河面之上 等他再次睁眼时 发现竟被一帮土匪给救了下来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